大家好 我是Alice 這次要跟大家說的是 我打算來過第二次的房間大變身 事源是我的MacBook 我覺得它的剪片越來越慢 完全影響我工作進度 我問同事的意見下 我打算買一部iMac 但我的桌子很難容納 一部iMac 因為我的桌子很深 所以我的iMac一放在這裡 就會擋住後面的東西 我後面的東西以後都不用拿出來 所以我打算整張桌子換了它 一來我有第二個景可以拍攝 二來可以安置我的iMac 我在這個時候已經在準備到中段 我已經在淘寶買了一張桌子 那張桌子已經運到來我家 第二就是我已經叫了拆桌的公司 遲些就會來拆桌 而且我的桌子已經收拾了大部分 扔了很多沒用的東西 只要我把桌子上面櫃上面的東西 全部搬出去 基本上我已經可以準備好 把桌子換進去 做完這幾個步驟就可以說 這個大變身完成了一半 其實除了換了桌子之外 還有其他的東西要去做 例如買一張椅子 買iMac 安置之前桌子上面的東西 還有要買一些裝飾物 去到裝飾那張桌子 我自己都非常期待這個變化 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我錄第二次要這樣說話 今天是10月17號 我現在已經開始收拾東西了 你看到現在是整個爛灘子 因為這張桌子要完全清掉 所以這裡的東西是要收拾很多很多的 我現在開始努力了 現在總算收拾了大部分的東西 雖然你看到狀態還是很亂 但其實後面的東西 我已經大部分是可以進入盒子 一拿就整個可以拿走 桌子那些我都會再收拾一收拾 看看我是收拾了一袋 兩袋 三袋 垃圾 那所以呢 其實 是已經少了很多東西 那當然了 有進步的空間 加油 五三袋 一兩個一兩個小時 真的要 難啊 很容易啊 要再過一架 再過一架 二十萬能不能收拾 能不能請假 我坐下班 你有沒有醫生子 有啊 小孩媽醫生子 好努力啊 我們自己不做裝飾被人家花了 難怪我才會 今天是最後一晚了 現在就要收拾桌上的東西 明天這裡整張桌子就會消失了 剛剛已經起了個櫃子出來了 你看 現場多麼恐怖 現在就弄得變臨時房了 我把我日常用的東西拿進來 然後拿了一張小桌子 唉 現在很不就手 那張桌子就縮到後面 然後兩隻爛腳就叫在那裡 我已經催他快點 寄回來 過了兩個星期終於重新來過了 你在拍片嗎? 在拍片嗎? 哇 成功了 動得起了 動得起了 拿著桌子 拿著桌子 哇 哇 哇 可以嗎? 可以吧 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 哇 哇 完成了 完成了 好 辛苦你了 因為我拆了桌子 連帶櫃子也沒有 所以我就塗上櫃子回來 這個櫃子一來到已經砌好了九成 它也包得不錯 自己上三顆的就完成了 這個櫃子我自己覺得質素很好 木是很厚的 櫃子也很順 很好拉 唯獨是它每格都小 比我以前的三層櫃子 那就是我又要多丟一些東西 其實也好 因為是斷舍 應該要多丟一些東西 令自己輕鬆一點 另外我還塗了一張椅子 我覺得這張椅子也算挺容易組 不過組好之後一坐 我就感覺到它坐的那塊板厚度是不一 一邊屁屁高一邊屁屁低 總之就不太舒服 再加上呢 這麼噁心都弄上去 又要我剪掉它 剪完又可能披黑邊 氣死我 所以坐了一陣子 我都放棄了 另外我也塗了一堆裝飾回來 又買到現在我還沒用的紙箱框 因為我懶得去印照出來 我想還是等搬了屋才會用的 然後就有用來扎著電線的魔術貼 不過它真的太色彩了 所以我只選了兩條 還有這個線扣 還有送這些雙面膠紙 就可以用來固定外眼的電線 還有這個網上很流行的泰國波波燈 我就選了藍色的 也挺容易做的 它就給了一支木棍 我就可以撐大波波 其實我覺得它們好像在散開 它還有給了一吋燈 就逐顆逐顆 刺進那個波波裡 這樣就可以了 做好了之後 就是這樣 不過我後來發現 我做來也是浪費 因為過後兩天 就被iMac遮住了 我買了27吋5K的版本 哇...很大 哈哈... 哈哈... 打電線 這次比較特別 我買了8GB RAM的版本 再讓我自己放32GB RAM進去 因為這樣便宜過直接買它來自32GB RAM RAM就會決定機器的快慢和流暢度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多大我就會買到多大 因為我要剪片 在Youtube上面已經有無限的人 教過怎樣去安裝RAM進iMac 所以我也不太多口水了 今天就是2017年的9月28日 過了整年 終於要結帳了 還沒塗唇膏 究竟我塗完唇膏之後會說什麼呢 還有我將新海究竟有什麼新奇和有趣的玩意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來個真正的desk tour 另外也很感謝上次在北歐瓷器嘉品第二集 幫我翻譯字幕的朋友仔 那我們下星期五準時在Youtube再見 拜拜